前一阵子下了很久的雨 潮湿的味道汇制不去 很多东西接了连三的发霉 而样在身上那盆出乎照料的多肉 竟然在雨季过后活了过来 野蛮生长的生命力让人有所期盼 湿漉漉的春天里万物在偷偷发芽 人类在等待阳光 生活是自己的 你开心它就会幸福 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加密阿法 非常期待各位观众老爷相见 现在是新加坡时间的2024年6月14日 周五下午的5点04分 今天我们来交互一下 由Zergit支持营销和技术的早期生态 DXGM Circuit测试徽章 那么Circuit它是猫链生态上 第一个原生论文驱动DX 目前有一个早期徽章任务是可以做的 之前推文也是有提到过 我们转接到对应的推文当中 它是在6月12日的时候 就已经有发布过这一条推文了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测试网用户徽章 官方的教程 那么通过可以使用 Zergit交换和增加流动性 来参与到Zergit测试网的帽 然后只需要不到十分钟就可以免费获得这样一个会账 那我们来进行一下今天的这样一个任务吧 那这里的话要简单做一下 那么它是隶属于这里的 不是那个Zergit测试网的关注度是156.2k 我知道这样说起来很RAW 没关系我们照做就可以了因为它是一个零成本的 OK那来做一下演习吧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它这个帖子来进行一下教学 因为我前后对比的下应该是大致上是一致的 所以没有任何区别 那我们这边来去根据这个方面来做一下 首先要去获得Sepolia的ETH 零水就是 那这里的话很简单 说简单是比较简单 但是也很难 这里的话有一个零水的网址 是可供于我们是获得到Sepolia的 那么一般我们用这个会比较常见一些 那点开相对应的 它这里的话我已经在每期视频当中都有过多赘述 它其实就是在你的ETH组网 请记住 是你的这一个组网当中 至少持有0.001的ETH 才可以在这个方向上复制下自己钱包的地址 然后进行粘贴 然后获得当前的这样一个测试代币 那么对应的Base链上的Sepolia的话 就是要Base链上的主链当中持有0.001的ETH 拿取到相对应的测试代币之后的话 我们需要将这个官方桥 然后将我们持有的Sepolia的这个代币 转换到为这个网络当中的持有代币 那这里我们就根据教学来做 转接到对应的桥连接 我们这边进行一下连接自己的钱包 那么它支持MetaMask 以及是第三方的钱包 那这里的话我们首推到MetaMask 如果您是币圈的信用 或者是正准备在Lokono赛兰上 大展全角的小白 你还没有注册 实际上最大的两个交易所 一个是OKX 一个是BiN的话 那么在视频简介处的下方 我们提供了BiN和OKX邀请链接 那么使用这样的邀请链接的话 会获得全网八折 手续费的优惠的同时 享受不定期的空头奖励 那如果你是新手 还不知道怎么注册这两大交易所 我们以往的视频当中 有详细的介绍 建议大家两个都注册一下 这样市面上所有主流加密货币 基本上都是可以覆盖掉的 连接完成钱包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到跨链了 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自己的钱包的数量的话 有这么多 但是测试笔目前非常非常的珍贵 请各位观众老爷 一定要善待自己手里的测试笔 这里的话不宜转多 以自己亮链而行为好 那么这边对应的进行一下巧连接 然后点击一下 然后这里的话要去添加一个 也不是要去切换一下网络 因为它是建立在这个网络上的 那这里的话我们要再重新输入一下金额 这个时候的话 因为你要确保它跨链成功 那你就对应的也要去添加一下 它的这个测试网络 不然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网络是不是有接收到 我们Supply发出来的测试代币 那这里添加完成之后 然后我们进行向对应的巧连接 然后这边进行一下切换 切换完成之后 会在这样的一个页面上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同意就可以 那这时候的话 小狐狸钱包应该会弹出一笔交易 然后我们需要去支付掉一点点的Gasfit 那目前的话还是比较高的 我们点击一下确认 它大概会让我们等待到15秒钟的时间 所以相对来说这个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后续的教程是怎么去做 然后我们转接到对应的第三步 它这里的话是作为唯一一个Swap 其实就是将我们当前的测试笔转换成为 其他的代币形式 那我们这边对应的去造作就可以了 那这里也已经显示成功了 如何判断自己是否成功的话 我刚刚有说过 那我们有添加过一个新的测试网络 然后这里应该会有一所体现 0.2的ETH 然后我们进行到Swap Swap的页面的话要单独点开 这里的话可能没有办法提供 然后这里有一个Swap 同样的先去连接一下我们的钱包 这里授权一下 授权完成之后的话 因为当前将会有0.2个 然后对应的选择到 它这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要求 有没有说一定要转换成为其他的代币 那我们同样也可以结合一下 我们那个之前有关注的一个博主 它是转换成了USDT 那我们对应的也转换成USDT吧 然后这里选择到USDT 然后我们去给到它0.1个 然后这边进行一下Swap 然后钱包会弹出一个付款的页面 好我们稍加耐心等待一下就可以 然后这边我们点击一下支付就好了 它这里的话会等待授权 应该在这个页面当中不需要停留 应该也没有关系 我们看一下后续的这一个步骤 它需要将我们 实际上就是将我们所获得的代币 添加到这个流动性的持质当中 形成到流动性 形成一定的流动性 那我们这边就根据这个操作页面来吧 然后这里有一个添加流动词 它这里有什么选项吗 我们看一下 对应的切换到 这一个页面当中 然后选择到交易对 那因为我们刚刚兑换其实是USDT是吧 所以我们要找到相对的USDT 然后以及是自己的ETH 找到这一个专属的链 然后我们点击到这里 然后目前当前账户的话是有三个 我们给到这个其实应该没有关系啊 那我们就给到它30个 然后对应的ETH的话是这里 然后目前的话 反正不要超出这个数额就可以 然后我们点击到质押 然后这边会授权 反正还是一样的 小贵的钱包会弹出一个提示 然后让我们去支付掉一笔费用 这里点下一步 然后点击批准 所有的费用应该是建立在测试网络当中的 而不是建立在Sepulia网络当中的 这时候你要去筛选一下 你要去看一下 如果你在添加流动词当中 出现一定的问题 你在这里是没有办法体现的 那这里的话 我们点击一下自己的这个右上角 然后自己自行添加 那我们这边选取相对应的代币 然后这里的话是ETH 请注意我们刚刚swap的页面当中 你转换了什么样的代币 就添加什么样的流动词 一定不要选错 然后这里的话我们数额相对来说 少一点 因为可能刚刚是因为数额太大了 所以他没办法批准 那我们这边再去做一下这样的一个批准 之后的话 小狐狸钱包会弹出一个 让我们付款的页面 那这里的话 确实刚刚困扰了我 大概一分钟的时间 我后面想了一下 应该自行去添加 应该会比较的好 就不需要从他那些 教育堆当中去筛选一个 我们自行去添加 然后这边就等待他的响应就可以了 那这里的话也是成功了 这是在这个环节当中有任何问题的 你可以根据我的这个操作步骤来 那也是作为 我这么细心代表的体现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转接到最后这一步 那他其实这一步就已经结束了 然后他第六步的话 他第五步我们已经添加完相对应的流动性交互了 然后第六步是直接在这里 他也没有给到一个具体的网址 我们就根据这个教学来吧 然后我们自己去转接到对应的这一个 然后这边点击下Locoin 然后进行一下签名 签名之后的话 他这里会有一个你的 看起来像是一个邀请码 我们看一下他给到什么样的一个邀请码 我已经成功用邀请码登录进去了 如果你没有的话也不用担心 我这里会有一个邀请码 但是他有次数的使用 他大概只能使用五次 那这个时候有人会问了 那我使用完成了怎么办呢 没关系你可以在我的评论区当中 分享你自己的邀请码 这是完全OK的 没关系的 我不会介意的 那么同时的话 你如果很着急的话 也可以在这一个推文当中下面 他肯定也会有一些邀请码 或者是这个我关注的up主当中 他肯定也会发一些邀请码 这个邀请码的话 比如说这一个链接之后的话 他就是barstfo 大概是这样一个 比较简单 那我们看一下这边后续要怎么去做 他这里是什么意思 你已经为此测试网 贡献了三个TXNS 具体可能 我觉得应该会是他们以后 社区的平台支离代币吧 那么对应的 我们这边要去收集一下clam 然后这边要去点击一下 确认 那么我们可以翻译一下 看一下他这里有什么要求 比如说获得这一个的话 他这里点击一下应该是不符合条件 那我们这边都一一点击一下 看一下有什么可以符合条件的 那我这边把我能收集到的徽章 全部都收集完成之后 这不代表着我本期视频的结束 我刚刚有说过 我们做的此次的项目的话是circuit 那么他有一个 他还有另外一个大头叫circuit 就是Z开头的 我们要时刻关注一下 那因为他有说过 circuit的这个kzg要怎么弄 我们要关注一下 如果你知道的话 你可以在评论区当中评论一下 我会把你的那条评论置顶 因为看起来像是同 像是我们今天交互的这个测试网 是直接挂钩到circuit 这个测试网络当中的 有可能是可以实现到一余多次的 那具体的项目的话 我们没有过多去研究 因为他后续的话其实没有了 包括这一个做完之后的话 他这后面也没有任何的推文说明了 所以会比较的头疼 包括有一些这些徽章 我也很想全部都获得 我也在想他有什么样的 就是获得的要求和标准 以及我们获得这三个具体来说 是有什么样的用处 但是肯定是有用处的 只是我们要去自行 就自行了去那个查阅一下 然后大家也欢迎大家在那个群内当中进行讨论 我相信各位观众老爷要比我聪明聪明的多 我能做到就只是帮助大家来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等等类似型的问题 但是具体走不走得完整的话 还是要借助大家的力量一起来共同进行 这边的话就是具体的一个视频教学了 我们也要时常关注一下 他说的这一个是什么意思 这给次的这个KZG 同时的话 会商的领取的条件等等类似的 我会后期会慢慢关注一下此项目的 然后如果有具体的一些那个发现的话 我也会第一时间在群内或者是在我的评论区当中公布一下 然后进行制定 欢迎大家的收看 感谢大家对这支影片的支持 你的点赞 关注以及转发 就是对我最大的肯定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 谢谢各位观众老爷